今天我很开心邀请到邵文津师傅 大家好,又见面了 师傅,今天很突发 所以特意用Zoom和你去做访问 我们现在录景的时间是2024年4月3日下午4点43分 今天早上日本和台湾都发生了地震 在日本的阵幅较大,达到7.5级 台湾那边官方指数是7.2 有这样的阵幅是6级,花莲那边 看到有大厦的倒塌,有死伤 那些数字一直在跟进 所以大家,我当然是黄其章这个人 我就会想起,原来师傅之前已经说过 我还记得在做直播的时候 当日刚刚说那个绿色的数把星的流星 就经过了这个日本 当日师傅已经说了 他就说五月之前 大家要小心 更麻烦 当时我还跟你说笑 我就说,哇,幸好 因为我五月中就去日本 这样 但现在看到了,我觉得 真是认得啪啪声 为什么? 因为这个更麻烦的地震 就是你看到 它不单止是震到日本 它是连震到去台湾 福建 广东省 因为地震也有感 所以大家看到了 所以我也害怕 今天早上看到 因为我都有 家人都在台湾 所以我想请教一下 请教一下 大家都想学一下 第一 为什么师傅 上次你有这样的说法 第二 既然有这样的意象出来了 未来我们又需要注意些什么 师傅 在看影片的观众朋友 希望你们立即订阅我们 焦点FMTV的YouTube Channel 我们是一个知识中艺的 网络电视平台 希望未来的影片和视频 会继续可以带到更多资讯给大家 新一年 我们迎接五周年了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 尽快订阅和支持我们 上次日本有一个绿色扫把 我说这些妖气冲天 哎呀肯定是更糟糕的 没得谈 结果上次我们开了盘 在焦点视频 也给了盘 有略略说过的 但是那个盘 确实日子 我还要找回 找回之前我们看开那个盘 但是就这样说 上次都说明 就是一月中左右 那盘大概一月中 那我们那时候都说明 一百二十天内 根据古代占星 我们用回 不单只用奇门 还有古代的天星 占星的一种配合 一起去计算 所以说得比较明确 一百二十天内 日本会有更大的地震出现 更大的地震出现 更大的地震 就是当时就是 预计地震规模不少 那个影响都大 那现在终于就看到了 哇 日本地震就扩散了 搞到台湾都震了 花莲都倒露了 真可憐 哎哟 今早我也看了新闻 这个就真是令人担心 又有多少伤心 那台湾的那些朋友 要格外小心 要保重 但是另外 也有个新闻看到 它说福建省都受到影响 也都明显感觉到有问题 那即使整个事情 是在扩散之中的 但是我就恕我直言 以我们的看法 这件事情 应该还未完 日本地震 台湾地震这件事情 还未完 如果我之前算了这么多本体 就是2025 2025 应该还有扑劲 那个威力应该是不少 要相当小心 另外呢 你说今年之外 你说明年这么远 有时候那些人听完都忘记了 是吧 这样呢 我们就说今年 2024 4月3日 都弄了一个这样的地震 出来 令人已经开始觉得 心中不安 哭哭的心都不舒服 那今年之内 我们先说今年之内 涅廉那个 我提前告诉大家 涅廉那场天灾 确实不少 确实不能计算 日本、台湾 东南亚 整个东南亚 真的要小心 那个地震 不是普通 普通人所理解的那种状况 相当 有伤害性的 伤害性的 直接说明给大家听 好 我们先看看今年 先说到今年 4月都弄成这样 之后 还有没有地震 天灾 那些闹靠的东西 那样看看 我指给大家看 现在我在我的课室 做工具 设备简陋 我就指着我的屏幕 屏幕 就开了盘在那裡 我开了盘在那裡 就详细的盘 我就后補给你 现在我先说 在那现场说一下 今天第一步 就看盘 现在看盘来说 接下来也还有问题 今年之内 新历的六月 五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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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历的六月 又有些冲击 又有些冲击 所以 四月 四月 似乎是 开了个头 未完的 六月 五火月 夏天 又有一波 所谓地震的问题 那这个 都要多一点注意 六月 但是 当然 你说 再往后一点 再往后一点 现在来看 六月 近的叫六月 池質 池質 叫十月 叫蜀月 这时间 都还有其他的地震会来 所以今年之内 你不会以为 哎呀 那地震轻轻大了 就算了 也不是的 4月3日今天这样震完 就没有了 那个地球妈妈 地球妈妈 發洩完了 这个地球 地板地壳 發洩完了 那就算了 就没得过 看来 新历的六月 五火月 更迟呢 十月 蜀月 这些时间 都还有其他地震会来 那 拭目以待 这个 都是做好 就是做好 做好准备好些 是吧 那当然都是针对 针对地震大 这个 台湾 日本这些地方 为主要 但是呢 就 我提前 之前都说 25年那棵 会更厉害 那个伤害性 重大 那 所以 我们分前后脚 今年之内 应该都没震完 6月 更迟 10月 都还有一阵 今天 25那个 就叫做 直接叫伤害性 那个就已经是 不防備 不防備 都不行 25年那棵 那 所以来计 如果真的 在日本 台湾生活的 朋友 那 都要做好准备 高楼大厦 不要住这么高 是吧 住一些平房 稳定一些 但是地基 那些楼房建筑 地基 那些地脚 那些钢筋水 用料十足的地方 防震設施做得好的 那就相对安心些 是吧 如果你看到房屋太够了 那些旅館 民宿 或者一些 你住的地方 太老 太老化的楼 你发觉地脚已经爆裂了 都不稳定的呢 你要找个地方 就搬去了 租回其他地方 那就生活好些 是吧 OK 但是 現在 或者说完 接下來 下一波 6月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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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真的要震動的話 挨向 挨向什麼地方多些 是吧 6月份 6月份 以地震來講 就會在南、北 這兩個地方 發生的機會高 就是一個 南和北的區分 當然 用日本做座標 用日本做座標 日本的南面和北面 這兩個區分 下一輪地震的機會 相對高 南面沒有了 只有北面 師傅 日本的南面 就是沖繩、沖拉華 那些 是吧 是吧 是 大阪 東京、大阪 沖繩那些 就是南面 那北面 可能是那些 是不是叫做 九州 那些 是 北面 北面 地大多些 這樣的地方 是 下一輪 6月 就留意日本的南面 北面 如果南面 就多多一點 都 牽涉到台灣去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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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 就是 後面再震的話 6月 機會很高 那 就 會不會 都是連了加州 都是連了台灣去呢 很差 我估計以日本作標計 藍面的機會比較高 因為藍面才有機會再加上台灣那邊 哦 這樣 所以下一次6月再震的話 都是再加上台灣的 是 所以有時候奇門遁甲 大陸任神火這個盤 奇特之處是什麼呢 你的災難是你的災難 你的天災是你的 你的地震是你的 會不會連接街坊啊 會的 會看到它連接街坊 是 這次我們可以看看 就可以看一次 都是連接街坊 以日本作為這個打擊點或者中心怎麼計呢 它下一步都是拉近其他附近的地方受到干擾的 哦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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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的吧 是 那當然 你說 你說接下來有沒有人命傷亡呢 我看到都有傷亡數字的 如果6月的地震的話 它還是有傷亡的一些數字出來的 都是有問題的 OK嗎 OK 那師傅 我想問一下 剛才你提及到一些天災的再有會發生 再有一些影響 那例如在一些異象上面 有時候有些人 你知道 古代 就是地震有些空巢 不急 之類的 那例如是一些經濟 或者一些 會不會 例如 那些氣氛緊張 那些都會有一些的 情況會產生呢 你覺得 哦 那就是說會不會同一時間有其他那些先兆啊 一些意象同步發生的嗎 噴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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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呢 就是多少向下走的 就是日本計 哦 那經濟多少 同時間經濟向下調的 那個所謂股市 經濟股市向下調 那六月份呢 譬如說 哎呀 什麼地震還地震呢 為什麼扯到其他東西呢 就是同步有些畫面是共振的 那讓你見得到 那所以六月份呢 那個日本的股市呢 就 怎麼都要向下走 向下走 向下回跳 那同步來講 就是叫做 那個同時間 一些畫面啊 現象是同步 讓你見得到 這樣子 那當然呢 當然還有就是 那個日本來計呢 六月份呢 都要留意一下的 那些交通事件 交通問題 譬如 那些船啊 那些船沒有撞到啊 飛機也沒有撞到啊 那些東西 就都是跟交通有關的 OK嗎 嗯 OK 那希望大家有所 理解啊 就是也都小心啦 微雨囂謀啦 因為就是始終牽涉兩個地方 就是例如好像我自己那樣 那我本身我已經認識 就是都我想 十隻手指以上的人啊 就是有親戚有朋友啊 都是就是住在這兩個大的地方 那當然呢 就是例如有些老朋友 那今早我都已經馬上問他 那他說他沒事 因爲呢 他就住東京的 他就不是沖繩那邊 那所以他又沒事這樣 你講這個呢 我又要插一下嘴了 有些很好的工具呢 幫到我們啊 那之前呢 之前有女學生 你知道香港女孩子嘛 很多喜歡去日本旅行的嘛 結果呢 一個兩個三個四個呢 那些女學生都說去日本旅行 又經常聽我說 喂 二四年呢 日本多地震啊 去日本旅行 要看著吃啊 看著玩啊 時間要 就是夾得準啊 人家地震你就不 剛好 剛好你去就沒有地震 啊 你走了才可以有地震 那你這樣才 保平安的啊 是啊 接著你 接著你學生說 蛤 師傅 喂 聽得你上課聽得你多 都知道了 你經常說日本台灣沒地震 日本台灣 二四年有地震 哎呀 我們經常飛去日本玩的 是吧 都害怕 有一點點害怕的 又要玩 又要害怕 我說你這幫人很奇怪 結果呢 結果 不是啦 師傅啊 你保你的學生啊 徒弟呢 快高長大 身體健康 平安大吉 結果呢 今天我就 哎呀我喊啦 怕你啦 哎呀阿妹 哎呀 那我上課呢 仗義 望一望 哎呀 有趣哦 四月前你去旅行 都沒有事啊 四月前你去旅行 都沒有事啊 四月後呢 我不敢包啊 啊 結果 啊哦 那我四月前好 快點去日本玩了一圈 哎呀 四月之後不去了 哎 哎 說得奇怪哦 四月前去玩的 那些都說 哎呀 你沒什麼啊 你沒什麼事幹 好吧好吧 那放心啊 到今天了 今天和我說 哎呀師傅 真是四月哦 啊 四月呢 去旅行 這次可能是食經封散的 啊 就這樣的 就是如果 出門呢 都要講時機的 啊 如果還可以 出門 可以計算時機就說 哎呦 四月 四月前出門 去日本都沒有什麼 啊 就說明了 四月前都沒有什麼 這個好玩哦 第二呢 還有一件 更神奇就是什麼呢 哇 還有一些神奇的 有趣好玩的地方就是 你真的算到那些學生 絕無風險嘛 你選了一個女學生呢 假設 啊 她非常平安 絕對沒有天災呢 沒有任何傷害到她的 啊 平安去平安回來的話呢 哎 有趣啦 這種現象會發生什麼事呢 哪怕去日本真的如果 大地震也好 她偏偏呢 就遇不到 她偏偏去那個區分呢 就不是那個震的地方 譬如說 日本 日本這次是南面鎮 哎 她去日本旅行 她平安的話 她去日本旅行會怎麼樣 去其他地方 去其他區分 鎮 鎮來講呢 她都感覺不到 是吧 她對她沒有傷害性 就這樣避開了 就是錯開了 就會避開了 就這樣 這種呢 所以呢 有時候呢 黑門計人的平安 有沒有得計呢 有得計 有這招的 嗯 OK 所以呢 大家就是 如果有興趣 想知道多一點的話呢 不妨可以請教 邵文俊老師了 好嗎 那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我都希望今集的內容 可以幫到大家 希望有機會啦 下次我們又可以 約到老師一些的時間啦 那我可以再跟他 講一下其他的話題啦 好嗎 不好 OK 下次見 好 多謝邵文俊老師 拜拜 好 拜拜 拜拜 看影片的觀眾朋友 希望你們立即訂閱我們 焦點FMTV的YouTube Channel 我們是一個知識中藝的網絡電視平台 希望呢 你今年的影片和視頻呢 會繼續可以帶到更多資訊給大家 新一年呢 我們呢 迎接五周年了 所以呢 希望大家可以盡快呢 就是訂閱和支持我們 看影片的觀眾 你其實對玄學是不是都很有研究呢 如果你想把握九運的新時代浪潮 透過你的學識 為社會獻出一分力 和賺取收入的話 不要再浪費你的天份啦 焦點FMTV主辦的第一屆預測王大賽 堪稱是全香港最全面 最公平的玄學術數比賽 第一 題目將會分為兩種 第一種是預測大事 第二種是技術題 而技術題參賽者是可以 自由選擇想作答的題目 確保真正公平發揮你的所長 第二 比賽期限歷時八個月 這八個月入面 參賽者 預測將會完全公開給評判團 和所有觀眾可以看到 絕對不會有任何刻相作業 第三 我們的評判團將會超過十位 而十位都是資深的玄學家 同時也會邀請非玄學家的評論員 或者分析師成為客席評判團 全面提升理論和數據互動分析的趣味性和可靠性 第一屆預測王大賽 極可能是你踏出成為玄學家的第一步 無論賽果是怎樣 我都先恭喜你 因為你贏了 你贏了全香港觀眾的注意 贏了他們的信心 亦給了一個機會他們去光顧你 記住 3月8號公開接受報名 影片留言區有比賽詳情和報名連結 預測王我們到時見 我們到時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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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到時見